桃園市议会定期会10月11号是由市长张善正来进行施政报告 那么多位市议员是针对明年1月成立的妇幼局提出了禁言 市议员陈伟业期盼让年轻人是感生感养 建议第一胎生育补助提高到3万5千元 桃園上张善正11号在市议会进行施政报告 多位市议员关心妇幼局成立进度 张市长表示确定将在明年1月1号挂牌成立妇幼局 将分4个科别预计50人左右 市议员陈伟业呼吁要让年轻人感生感养 期盼生育补助再提高 本期认为我们是不是要端出一些幼因呢 像是我们现在现有的基础上 我们的生育的今天 如果我们可以从3万块增加到3万5这个部分 市长这个部分是未来我们可不可以来严密呢 现在几乎是全国性的就是第一胎 是没错 桃園市在第二胎第三胎个别加了1万块 也不受这个双胞胎影响 那您刚刚的意见是说 希望第一胎就再调高是吗 可以希望再调高5000到3万5这个部分 我们未来有市府可不可以来严密呢 带回去严密一下好吧 市议员张硕芳指出 他针对民众妇女等做意见调查 发现超过8成的民众不知道资科局和研考会 要整并成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 对于妇幼局接下来的主则业务是什么 也不清楚 针对于我们婆婆大众还有妇女同胞特儿 甚至是家长 所有的家长会长 这个妇幼局的意见调查表 我相信你们应该会对这个有兴趣 86%的民众根本不知道 现在会有这一个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 他们不知道你有这样的决议 然后也不知道是这两颗被淹并的 那民众的心声是说 其实这资料我稍后会提供给你们啦 是很多人担忧说 如果这个局处出现了 是不是把这个照顾育儿的责任 挂在妇女跟儿童都是在这个局处 那其他的局处 这三个教育局卫生局跟社会局 就可以互踢 说这个是这个局处不关我的事 另外57%的民众 期盼妇幼局局长能够具备性别平等专业 落实妇幼政策 成为全台各县市的典范